他們是來自小林村的大滿舞團 台下是高雄市九區國小學生 大滿舞團在高雄市政府鼓勵下 安排了一系列國小巡演 除了讓小朋友認識小林村大舞龍社文化 也告訴他們愛護環境重要性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演出 能夠傳達給小朋友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我們要希望能夠 我覺得教育的意義會比較重 就是要讓小朋友知道說 要如何去愛護這個地球 要如何保護這個地球 那我們經歷了一段很不好的那段過去 那只要從自己做起 那就可以避免到這些不好的事情會再發生 小林大滿舞團團長王明亮表示 當初主團是為了緬懷莫拉克風災時 失去的親人 讓村民在舞蹈中能得到安慰 也把過去祖先在業績跳過的歌舞找回來 那因為之前莫拉克發生的時候 有很多村民都離開 那離開的村民已經沒辦法再回來跳歌舞了 那我們希望再重組一個團體 然後我們可以重新以前的歌舞的一個氛圍 跟那個感動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們接受很多外界的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歌舞 感謝曾經幫助過我們的所有的人 小林村大滿舞團也藉由巡迴演出感謝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人 台下觀眾因為他們富有生命力的表演也深受感動 從他們的介紹裡面真的讓孩子能夠深刻地去體會到 也認識到大自然的力量 但是又從中看見 人只要是努力 就像他們說的 有陽光就有希望 接下來小林大滿舞團還有兩場巡迴表演 他們將繼續用歌舞告訴別人他們的故事 用他們的歌舞繼續感動更多周遭群眾 記者巴朗高雄大樹採訪報導